祝兄姐妹平安 我们下个礼拜二就是所谓的Halloween 但是我们教会举行一个叫丰收节 为了是我们不庆祝Halloween 那我们要改成一个丰收节 这一天也是一个古代的丰收的庆典 但是跟Halloween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跟各位一起的思考 为什么教会 为什么基督徒 我们不庆祝Halloween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Halloween的代表 有Trick or Treat 有Jack Lenton 还有这些大家打扮的各种的样子 还有女巫 还有这些魔鬼 妖怪 那我们看到好像一个很好玩的 我们看到这个做生意的人 他们就趁机做各种的服装买卖 来赚钱 但是基督徒在对于Halloween来讲 这不是我们的日子 我们也不应该庆祝 那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动员大家 有一个Harvest Night呢 就是因为他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知道这个最早的是源于 这个北欧 还有这个一带的地方 就叫做Celtz 其实应该Celtz 他们叫Celtz 这种民族 在北欧那边 包括英国爱尔兰 这个法国等等的地方 那这些地方呢 他们有一个是一个魔鬼 这个魔鬼叫做Sanhan 那这个发音应该叫Souin Souin 这个Souin呢 他是认为他这一天呢 他可以复活 然后来让人间跟鬼魔 可以在这一天可以相遇 就是所有死去的人呢 可以这一天可以回魂 来到人间 那这人间之后呢 他就会对人有这种各种的导弹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 所以呢 这边就是 这些活的人呢 要款待他们叫Trick 还有对他们不满意的话 他们就要戏弄你Trick 所以叫Trick or Trick 就是这个魔鬼 你若是不给他东西 他就会Trick人 或者给你下咒诅 这些一些迷信 那另外一个方法 避免这些魔鬼的摇乱呢 那就是自己扮成魔鬼 所以呢 跟他同类 他就不加害于你了 这是一个 这种民族 在两千多年前 在他们认识为10月底 那个就是他们的新年 那这个新年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种是 冬天的教要来临 那夏天已经过去了 这也是他们的收成节 所以叫harvest 那这个时候 这就是从 这个Kell这种民族 带来的 那中间牵涉到一个鬼魔 就叫这个sowing 那我们看到 但是在后来 因为这君士坦丁 罗马帝国 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那后来他们就认为 这个风俗不好 那他们就把这个节日呢 变成叫万圣节 是天主教第八世纪的时候 Gregory 这个Paul Gregory 就说 这一个节日叫万圣节 万圣节什么意思呢 他其实 等一下会再讲一下 就是他们天主教有丰盛人 但是有一些圣人 或者说有一些 很好的基督徒 他们没有被丰盛 但是这个节日的 所有把他们也算进去 为了公平起见 把他们也算进去 所以叫做All Saints Day 或者All Holy Day Hallow就是Holy的意思 所以后来就说 All Hollow 就是变成 All Hallow Eve 就是晚上 就是10月31号的晚上 所以Hallow Eve 所以就后来变成Halloween 所以从这边来 所以源于天主教 所以这个再一次 这种丰盛 也不是圣经的这个教导 所以这个是 浅蓝色就是那个Celt 他们当时包括英国 包括法国 这个欧洲西欧 欧北欧 这些地带 就是属于这种的民族 他们中间的民性的信仰 那我们可以看 天主教的万圣节 就是很多丰盛 所以就是Halloween 是从Hallow Eve 里面来的这个名字 那我们再看这里 那我们 这个天主教 天主教是在 Gregory 那时候他认为 就是没有纪念 所有没有被 这个天主教 丰盛的人 这一天都补上去了 没有被丰的圣徒 所以他叫万圣节 那他就把11月1号 叫做All Saints Day 那所以为什么Halloween 是Eve 晚上的就是31号 那另外一个第二天 他叫万灵节 All Souls Day 那追尸死亡者 所以这是天主教的 一个传说 那并不是我们 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这个是 整个的基础 是非异教的信徒 或者异端的信教 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呢 我们看到Halloween 有很多这个蓝瓜灯 这个Jack O'Linton 这个Linton呢 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又是艾尔兰 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叫做Jack 他整天喝醉酒 但是有一天喝醉酒 就跟撒旦两个 就把撒旦拼到树上 叫他磕个十字架 那磕 后来撒旦要下来的时候 他跟他调条件 他说 你若是保证我死后 不去地狱 那就让你下来 那撒旦果然答应他了 好不让你进地狱 但是也不让他去天堂 所以因此呢 他只好在这个黑暗的世界 不停的游荡 那他游荡怎么办呢 看不见黑暗东西啊 所以就把一个 这个地上的那个 果子 以前不是用那个南瓜 弄一些像那个 那个地底下的一些瓜 刻成一个灯笼一样 就照亮 让他在人间 到处黑暗中间 到处游荡 所以 Jackalenton 好像是很好玩的 一个雕塑品 但是其实 所谈的一个 是一个 没有圣经根据的 不合理的 一个 传说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不管是南瓜灯 或者南瓜雕刻 包括这个trick or trick 这些都不合乎圣经 所以我们 有几样事情 最少我想了 几样事情 第一个 我们为什么不庆祝呢 派糖果 你否则呢 就给你二作句 trick or trick trick or trick 那圣经教导 我们要尽心尽信 爱住你的神 而且爱你的灵舍 那不是用你不给我东西 我就trick 那另外一个 我们穿上这种 鬼魔的衣服 大人 还有小孩子 变成鬼魔的样子 还有人或者说 变成这个骷髅头 或者僵尸 或者恐怖角色 圣经就讲到 罗马书 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 那马太福音说 我们是世上的光 不在黑暗里面去扮鬼 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第三 万圣节是相信死人 回到人间向人捣蛋 圣经没有这个教导 死者呢 要就是在阴间等候审判 或者到乐园 等于基督同在 他们不会回到人间的 那死者 回到人间是 骄鬼的迷信 或者迷惑 或者谎言 我们知道 骄鬼的时候 像召魂 召回来 我们现在很多这些 这个美国很迷信的 这些有这种 焦鬼的事情 那这些呢 不是圣经的教导 最后呢 庆祝一个恐怖 黑暗 迷信的 异教的节日 不是基督徒所为 那圣经讲 异和不异 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跟黑暗 有什么相通呢 所以这边就讲 四个理由 这四个理由 讲到我们 不应该去参与 这个 哈罗ween 现在看到台湾也是 开始学习这些 中国大陆也在学习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魔鬼的作为 那我们再详细看一下 这个两千多年前 这个凯尔特人 他们在苏格兰 威尔斯 爱尔兰 在跟英国 法国 北部的 等等 庆祝他们的新年 就是 11月1号 这是他们夏天的结束 跟丰收 准备迎接冬天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这个节日 跟人类死亡 结上关系 在10月31号 他们庆祝一个叫做 那个Samham 这个或者说 应该叫 发言叫Sowing 这个节日 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 他说 生者跟死者 中间的界限 不像一条 很大的隔膊 那圣经讲 是不可以通过的 我们看主耶稣讲了 是不能过去的 但是这里说 可以过去的 那相信死者的灵魂 会到人间了 所以大概大家穿的 骑装衣服 或者扮成鬼 那可以让这个鬼 不害他们 那Sam 这个Sam 或者说Sowing 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魔鬼 地狱的魔鬼 他又经过两个旅母 在经过血迹 三次的血迹之后 他复活了 这个有一点像 迦兰帝人 跟讲到 那个 甲绳 那就是讲到 他复活了 那复活之后 他就可以养鬼 僵尸复活 死尸鬼 更地复活 所以他其实 那一天的晚上 就是Sowing的夜晚 所以在Halloween 那个晚上 其实是他们魔鬼的作为 所以因此 我们不应该做这个事 所以我们对 这个所谓的万圣节 讲到很好听 其实这个是一个魔鬼的日子 所以我们不应该庆祝 也不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们 去参与这个事情 因此呢 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 孩子们祷告 为这个世代 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觉得这个很幽默 我们看电视都说 哪一家的布置的特别好 我们走过 看到周围林社 都把装饰都打出来了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原来这是庆祝魔鬼的 作为的迷信传说 违背圣经的 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这个Halloween Night的时候 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小朋友 告诉他们 为什么我们不庆祝 也向大人家长们知道 基督徒不参与这个 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 我们要爱灵色 我们是世界的光 我们是光明之子 不在黑暗里面去 那我们这种迷信 违背圣经 我们不参与 我们要为Halloween的事情祷告 为我们教会 假个礼拜二的 Harvest Night 来祷告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清楚明白 这些世俗的 庆祝 商人的这种 唯利是图 没有守真理的 我们就求你 怜悯这个时代 像这种的传说 这种的打扮 这种的作为 其实背后都是魔鬼的作为 让我们知道明白 这些作为是 我们不应该参与的 我们要分别为圣 就像刚刚诗歌所说的 我们圣灾圣灾 我们像主耶稣基督分别为圣 我们是光明之子 我们效法的是我们的神 而不是世界的魔鬼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不需要穿着 根本不应该穿着 这种魔鬼的服装 求主怜悯 这个时代的迷惑 不明白真理 但愿主借助教会 借助我们 将你的真理表明出来 让我们分别为圣 祝福你的教会 在Harvest Night 孩子们能够不去Chukuchu 不参与这种世俗 跟魔鬼有关系的节日 也不跟这个天主教的 这种的异教的传说 或者异端的传说 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以至于我们能够过 得圣和圣洁的生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